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工或外部频道失去联系长达8小时等实践中 焚烧与辐射措施将被实施 离开设施的员工将被隔离4个月 如果违反 将实施焚烧与辐射措施 所有G2站点的运作方针皆不应准备紧急撤离程序 描述 SCP-008是一种复杂的普利洋蛋白 所有已失的G2站点都储存有它的样本 关于SCP-008的研究是高度机密 目的主要在于预防可能导致SCP-008在未来被合成的研究 SCP-008普利洋蛋白的特性包括 传染性100% 致死性100% 通过感染者的黏膜和缩体液进行传播 不能在空气和水中传播 暴露于SCP-008后不超过3小时的感染症状包括 出现类似流感的症状 高烧 后期阶段的重度失智症 昏迷发生在最初症状出现20小时 明显失智症出现12小时后 昏迷将被视为发病死亡 一段时期内出现类似坏区的发生型细胞坏死 存活的组织承担原有的功能 具有很强的复原能力 红血球大大增加出样能力 造成血流减缓 肌肉的耐力和力量增加 全身器官功能衰竭数小时后 神经和肌肉系统仍不受影响 代谢下降到极低 使感染者能在没有受入营养的情况下 存活超过10年 高度的血液粘稠度 使感染者能在受到枪击 穿刺和砍伤的情况下 仅产生可忽略不计的出血量 制约行为 运动控制 和本能行为机制被破坏 认知功能严重减弱且不稳定 动物脑部建立大量脑细胞坏死 并处于非活动状态 感染者能适应其受损的神经系统 但仅限于基本的身体活动 包括站起 双腿保持平衡 行走 啃咬 抢夺和爬行 感染者会积极地潮与活体人类相关的视觉 声音 气味方向移动 如果感染者与活的人类发生身体接触 会试图摄入目标 压制完全感染者需要对其造成极严重的颅外伤 有强烈的证据证明 SCP-008不是在地球上自然形成的 因为复杂度类似的变异体无法存在于生态系统中 1959年苏联发现SCP-008后 与苏联谈判达成一次简短的合作 已建立G2站点 并抹消SCP-008 合作结束后 SCP-008在俄罗斯的保肯状况是未知的 附入008之一 SCP-500被发现 即使在该病的晚期阶段 仍能彻底治愈SCP-008 以上就是SCP-008 简单来说 SCP-008是一种普利洋蛋白 具有高度传染力 被感染的人会失去思考能力 身体能力增强 试图吞噬活人 并且只有在脑部被破坏后才能被压制 就像是一般认知中的丧失 虽然并不像这片SCP写得这么夸张 但现实世界中也是存在有普利洋 它们会造成一种被称为 传染性海绵状脑病的疾病 普利洋Pryon也有人称为软毒体 是一种具感染力的蛋白质 除了胺基酸序列之外 蛋白质需要折叠才能具有功能 这被称为蛋白质的三级结构 而Pryon就是由错误折叠的普利洋蛋白构成 并且有能力使正常的普利洋蛋白 转变成错误折叠的普利洋蛋白 它们会形成类淀粉沉淀 导致神经细胞死亡 以及脑部空洞化 许多部位动物都会有相关的疾病 羊骚症 狂牛症 还有在美国今年蛮严重的路曼性消耗病 都与Pryon有关 在人身上则是有 酷甲氏病 新型酷甲氏病 酷乳病等等 其中新型酷甲氏病与使用感染狂能症的牛 有很大的关系 而酷乳病则是发生在 巴布亚牛吉内亚的法雷部落中 法雷人有在丧礼中使用遗体的习俗 这种习俗使Pryon累积与传播 最后导致酷乳病的发凶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自由帮我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更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成了SCPO的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 by bwd6